全球首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又有新目标 他在推特上表示有意收购曼联 似乎想将投资触角伸进足球界 曼联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足球俱乐部之一 包括C罗、鲁尼等人都是对上球星 只不过曼联今年以来战绩一直不好 4月已经有部分球迷在社交媒体上 呼吁马斯克不要收购推特 应该转收购曼联财势 但马斯克跟推特的官司都还没解决 原本马斯克放话要买推特 之后却以假账号太多决定放弃交易 造成推特股票跳水30% 引发推特不满对他提起诉讼 目前法院已经下令推特要向马斯克提供前高层文件 好厘清假账号的数量 但现在马斯克又说要买曼联足球队 无论只是开玩笑还是认真想收购 都成功再度创造投资圈的热门话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